大家好,我是馬丁 今天的影片,我來用比重法來驗證銀製品的真假 每一件物體都有它特定的比重 這個比重又稱為相對密度 一個物品的密度等於它的重量處於體積 例如水在常溫之下,密度為每立方公分重一公克 這裡是各種不同銀含量的銀製品,應該有的密度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如何利用水來測相對密度呢? 首先我們需要一杯水以及一個電子秤 電子秤需要能夠測量到小數點兩位以下 這種測量方式的原理是 當物品沉浸在水中時,會受到浮力的影響 這會減少物品在水中的有效重量 水的重量會隨著物品的進入而增加 增加的重量等於物品排開的水的重量 由於水的密度是每一立方公分一公克 這個增加的重量會剛好等於進入物品的體積 因此我要先將想測量的物品的重量記錄下來 我會用牙線將銀幣與銀式吊住來沉入水中 所以先來測量這條牙線的重量 牙線非常的輕,這個秤完全感測不到 所以我們就當它是0 下一步要測量銀幣與銀式在空氣中的重量 這枚袋鼠幣在空氣中的重量大概是29.07克 接著將銀幣套入牙線裡 慢慢掉入水中 在測量水中的重量時 不能沉到燒杯底部 也盡量不要觸碰到燒杯邊緣 它在水中重3.68公克 也就是說這枚幣的體積大約是3.68立方公分 用空氣中的重量除以水中的重量 得到7.89這個非常低的密度 在網路上查了一下 密度7.89比純銅還要低 這很可能就是用不鏽鋼鑄造的甲幣 第二枚袋鼠銀幣在空氣中重31.46公克 在水中重約2.99公克 相處之後得到約10.52公克 這個密度非常接近純銀 這是一枚合格的銀幣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這枚美金2毛5的銀幣 銀含量是90% 2毛5銀幣在空氣中的重量為6.24公克 水中的重量為0.6公克 相處得到10.4公克 相處得到10.4公克 這個密度高於90銀甚至比925銀還要高出一些 但是因為我們有綁繩子的關係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誤差 只要它的密度沒有高於預期太多 我們就可以算它是通過了測試 最後是這個紙環 紙環在空氣中重5.29公克 它在水中的重量是0.51公克 得出來的密度是10.35公克 證明了這是一枚925銀的戒指 在節目結束前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種測試方法不困難 但是受限於測量器材不夠專業 還是有可能造成誤差與誤判 另外流通銀幣今年累月造成的磨損 也會影響銀幣的重量體積以及計算的結果 當然所有的金屬都能用這種方式來驗證 黃金的比重大約是19.32 你等一下就可以驗證看看 你的金幣金條是不是純金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對你有幫助 我們下集節目見